老板端出招牌 不过你相信吗 这杯色泽香气十足的拿铁 根本就不是咖啡豆制作的 全球咖啡豆因暖化 产量作俭 价格飙涨 未来想喝杯咖啡 恐怕变得不容易 新加坡这家新创公司 看见商机 利用过剩天然食材 像是面包 豆渣与古物 经过发酵 烘烤 磨碎后 口感 香气都直逼 蒸咖啡 这款没有咖啡豆的咖啡 制度过程只需要48小时 相较三到四年 才能种出结果的咖啡树 省食又环保 无豆咖啡在各国兴起 不过新加坡也有新创业者 想方设法不让咖啡豆灭绝 利用生物技术复制 从收获 研磨到烘焙 咖啡豆完全在实验室里生产 尽管现在还在初期研发阶段 却已经吸引大型食品集团投资 预计2026年就可以上市 只是这些新型咖啡 制作成本偏高 为了如何反应在售价上 又会不会获得消费者青睐 还是一大考验 三零新闻讲什么了